焰漬過的燒肉在煎台上自自作響 早餐店裡照燒肉 培根和熱狗 全都來自知名的肉品加工廠 富桐食品 早餐店老闆娘很震驚 打開冰箱有好幾樣冷凍食品 都來自富桐 就怕往後叫貨有困難 全台早餐店的肉品供應占大宗的富桐食品 二十五號晚間七點多 不明原因起火燃燒 火勢猛烈 整整燒了十二個小時 整間工廠複製一具 經過夜的搶救 隔天早上消防人員還在撲滅 餘禮貨 位在屏東萬丹的富桐食品 成立超過三十年 廠方面積將近兩千坪 資本額超過兩億 是上市上櫃的公司 北中南都有門市 行銷點更是遍布全台 大型賣場和連鎖超市 處處都有富桐的產品 一場大火將廠房全都燒毀 折波缺段潮還沒過去 現在恐怕連培根火腿都吃不到了 TVBS新聞